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SS资料库 我想最 最一般 最简单 其他还有就是旧版的这个旧版的方法 等等的 我想这边很多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 这边有不是SS的话 假如说你是什么呢 你是那个常用的像 Seql Server的话这边也有 Oracle这边也有 Seql Server在这里 Seql Server又分了很多的版本 那你可以点击Seql Server 那这边有好多版本 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那连线的方式这边都有了 其实 把Connection Suite改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连线没有问题 就是改什么的 改就是这一行 我们看到的 这边 其实就是这一行 MyConnection这边有没有 Provider这个地方一直到后面这 把这个地方改掉 基本上就可以 去适应各种不一样的资料库环境 Open 所以你会把ADO还蛮 蛮好用的 蛮强的 他无论后面什么资料库 而且因为呢 所有的资料 关键是资料库都支援 Seql语法 所以 他们一定也看得懂 什么叫Insert Into 他们一定也看得懂 什么叫Select 也一定看得懂 Update跟Delete 这些语法都是共通 所以我讲过 Seql语法 这个是共通的 资料库语言 那如果说各位要学习的话 其实你就 最简单的方法 我记得在 我之前有查一波 就是Seql 你就打一个 Sql Sql 什么什么 教学之类的 你会发现好像就有好多的网站 而且都帮你整理好 那个 这个 这个 电子 有点像电子书 Sql 教学 那这边就有这个教学 我印象中好像这几个都还 好像还不错 这些 这些网站 他就跟你讲 Select 然后会有 我没用过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我没讲到 不是 没有是说 因为 太多了 各位可以 自己再稍微 Select 什么叫Select 这边有 相关的语法说明 或者是其他网站 这边好像也都 都有 类似的这些 这些网站说明 Sql 叙述啦 等等的 Slay的叙述 这边也相关的 说明 大家查一下 应该都有类似 或者是说 坊间的书籍也很多 你只要找Sql 相关的 书籍 OK 那刚刚有提过就是 无论你后端是不是 后面的资料库是不是SS 其实都可以连线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 刚刚有提到就是 在这里 我希望呢 不要逐一的 一笔一笔新增 其实很浪费时间 而且 我如果希望把 这范围里面所有资料 一次全部都倒到 资料库里面 该怎么办 那这里面的话就牵涉到 一个问题 说 第一个 我这按钮 我先把它改一下 这个按钮名称 它的name 本来叫comment 把它改一下 习惯就是 把所有的资料 这个名称改一下 然后呢 点两下之后的话 我要做程式 撰写 那 当我按下它之后呢 我要能够 全部都 新增进去 那其实新增 新增资料是 这一行的 新增